全埔馬不準備 頭堂透唱賽事 新馬千葉米的短途賽大熱暫時顯示 是1 好 你一起步的時候 前面快得力堡區外面相當快閘 中間位置有這隻有主意走上去 第三位金牌實力 外面還有隻龍來了 內難第五黑衣大將蜂王 在後面的四隻行進之寶激多幅 尾以粉紅眼罩 是潮州勇士拍著初出那隻旋風飛影 轉這個就是800米彎 前面帶頭的馬是那隻有主意 第二位是德力堡區 第三位內蘭還有黑衣白鼻孤 就是大將蜂王 在外面金牌實力 第五位走三疊 外面龍來了中間激多幅 外面紅衣行進之寶 尾以旋風飛影 包尾那隻是潮州勇士 好 最後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還是有主意 德力堡區追緊他 再看到在內面大將蜂王 第四位最出的就是龍來了 結果這隻蔡若翰馬房的北半球馬 一出已經是輕鬆姿態贏了 第二名的後面那些全部都對過了 德力堡區都扔掉後面了 大將蜂王第三 全程走外面龍來了就跑第四 第六號旋風飛影 蔡若翰 史卓鋒 先拔頭籌 跑第二名的一號 德力堡區 潘頓 三號的大將蜂王 梁家將跑第三 第四人五號的龍來了 班德麗 又是史卓鋒 蔡若翰 龍寶寶 這隻是薯仔蜜 很乖的 出到來的沙圈 結果一出就贏了 但如果你看回後面的馬 不算追得很厲害 也贏了 那又拉開了距離 看看三界預計派賽 勝出出A3 其他冷門 回到上去 等到下跪四歲才插班跑 那可能有關差距是 北半球和南半球馬 不就讓那麼多磅 所以新馬賽都弄出來跑 以前是揹得更重 特力寶區也是北半球馬 可以贏 如果看回之前新馬賽 可能是南半球 尤其是大摩的馬 適應得很快 那時候負榜差很遠 即是兩歲 兩歲一幾 大將蜂王都可以 交換表現 第四年環境的派賽 1號、3號、5號、6號派1,737元 四重彩的預計派賽 6號、1號、3號、5號 順序派66,058元 有主意 失望一點 難回到 德力寶區也有 他都停了 之前也有得欠三甲 和德力寶區 就走 看看回來會否驗到什麼 還是綁你不適合他 快了一點點 也算是第二段 阿妙兩隻 沒什麼特別 是 加藏很硬 我打算金鞋實力 那個位置咬得這麼漂亮 也有些東西看看 還是沒有 好 還有汗 笑到 戴著口罩見到他笑 嗯 一會還有一些 很熱的馬在那裡 有可能三、四勝了 好 這邊就看到 屎雀風 剛才潘頓都可以 最後得力寶區 好了 長來影片 看回他都很積極 潘頓組段 一直騎著 想殺你 莫黎拉當然不會給你 頂著你 有主意 兩隻燕鞋在前面走 中檔就敢爬實力 外面一直沿路 都不規矩 那隻龍來了 鐵蘭戴鼻 就是大將風王 後面行進之寶 另外那隻激多福 也撞來撞去 包了下一對 就是旋風飛鞭的灰馬 墊後是潮州勇士的 捕捉都很正常 兩隊都跟標準相約 屬於中等捕捉賽事 龍來了 今天就前速比上次快了些 不過跑路就不是這麼規矩 都難得辛苦 結果轉彎又不順 沿途馬空三滴 回來勉強拿回第四 頭馬就是沿途尾耳的 很穩定 跟得很順 最後和他扔出海檔 衝一段 都已經殺了你這堆馬了 其他潮州勇士加裝眼罩 都還黏 跑到這裡都已經快要收工 失望一點 就是馬來拉那隻 跑千尾 原來是 散得快一點 最準確還是得力補拘 雖然輸 但還是穩定的演出 大將風王今天 應該都… 氣功沒氣了吧 也算有些爪勢來看 看看潘頓頓 動作應該沒事 等下分段時間 頭段24秒01 第二段22秒68 不斷都幾快 22秒55 完成時間1分09秒24 快過標準時間 準備好時間